大家好,我是蓝烟,欢迎收看蓝烟解说三国沙国战 我们看一期视频,然后我们追盘15圈,大刀一只毛 组合90% 90%的人会选潮皮和立点 你可以选潮皮登岸或立点登岸都可以 你要弄单条能力,你要想单条的话,肯定选立点,比进立点有过牌进 上来下激,找率 先先先前个手量被打成了,前个手量可以 有时候不是说非得 非得按到底 很多人可能喜欢按到底 但是想想看两个南蛮不好 大家看两个南蛮 五国三血脆皮多 怎么怎么 怎么开始 还是尽量的放主 也没选择 也没选择说翻了 怎么也不管什么三血不卖了 随便找个人翻了估计 应该是说是从队列 队列的角度 先翻了四号位 我们外戏也拿了一张神 叫诸葛联罗 看样子 然后这里也在翻 姜维和老诸葛 选择当主将军也行吧 其实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更愿意 更愿意说姜维 老诸葛可以 可以翻 五星 横观五星 那小乔 发露了 还不挑衅咱们 他如果挑衅 应该其实说姜维 应该先挑衅咱们 既然你 你选择了狗位 那你肯定先挑衅 弄死在说 你知道他手上是什么牌 那不来猜咱们 那你 你会不好 咱们 不要呢 你闪干嘛 没啥 你看好尴尬 结果 结果这牌 没什么牌可以出呢 肯定先都优先拿杀 不是杀什么都不要 要那么多杀干啥 还打水满通啊 天下只能找咱们顺 天下为了活命 肯定找咱们顺 还好啊 不是权位 不是权数 如果 不是个数 这个牌 可能不太好打 而且另外一方面来 咱们有可能 被雷劈的 不过 咱们有个桃子 也就进来一张好牌 或者神牌 这时候 还去 还去 这不会啊 你既然有火杀 你就不要去 去捆捆草皮 你捆草皮 可以练 闪电就停掉了 绝对烦恼猪狗 那想都不太想的 嗯 在一眼啊 小猪狗 我觉得你赶紧 把坦草脚剥掉 这在干嘛 这干嘛 你觉得别人不敢杀吗 别人有火攻 火攻自己 你小猪狗 叫你去 那不是一血 哎 女萌啊 怎么 属性 神奇 呃 怎么可以先砍了 那个先砍了 小猪狗 先猜 既然 怎么哪里猜了 怎么就先猜 直接猜了小猪狗 然后再一次 把老猪狗给翻了 老猪狗 不要让老猪狗 老猪狗 你管这个死 我怎么犯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 我们没逃 有逃也不要去管 管太事实了 怎么有连毒啊 有连毒不怕呢 先砍老猪狗 或者你先砍旁统也行啊 嗯 死的不行 嗯 这应该鬼命了 决斗 只要牌买起来 随便随便砍随便刷 嗯 牌头已经冻了 刷着刷着 桃子真是 啊 无限就无限了 怎么没必要去去搞 没必要无限 他真的那是破牌 结束了 一切都啊 从头开始了 对锁国来讲 这个灾难性的旁统 每次刷草皮 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老猪狗狗 这种刷草皮 刷出来的 后果就是 自己被团灭了 哦 怎么 这一盘其实如果 要我选 我就选手了 不是说非得 非得霸着位置而玩 我觉得锁国 可操作性更强 然后我们 当然不是说 我们这个组合不强 怎么这个组合也很强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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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性也好 从可玩性操作性来讲 我觉得 旁统 旁统和 姜维 嗯 那个 那个体验感 强一点 当然我们这个组合 就是防御力强 能扛大嘴 那旁统的话也 虽然说也扛大嘴 没这么爽可能 嗯 祝容 祝容 开始抢一个少量 行吧 你说祝容 我觉得你有啥就不要抢这个少量了 很糟蹋 哈 环境不好 咱们的话 如果没杀到时候得亮剑了 希望有啥吧 其实呢 再开一代狼 不开一代狼 不开一代狼 祝容放哪里 你到底掉不掉鞋 我想问你 你到底掉不掉鞋 你或者 亮还是不亮 然后怎么还是得亮 其实 既然打算亮又又不亮 这手是挺快 很怕祝容打 那我觉得 怎么可以考虑 开一下一代狼 这牌确实少 老猪狗其实不应该亮 如果有他 我是不推荐老猪狗亮 不要 再亮 亮剑不是什么好事情 本来说过 说过挺的 这开团等下就等着被团灭了 嗯 这样的话咱们只能亮剑了 前面已经亏了 已经亏了 已经亏了 亏了两排了 一血 还两排 这小胖子 还三千刀 还敢冲 还敢冲 敢冲 说过真是 真是要被团灭了 这样的话 嗯 小胖子 小胖子手上有一张 傻子们 如果你等下要杀 那不要再卖了 不要再卖了 不要卖死了 嗯 这 哇 呵 纯粹就是为了 为了打死 为了打死陆迅和周瑜了 嗯 石马 好阴险 我真的觉得 这卫国好阴险 一个个 都如此的阴险 嗯 朱镕应该不会放蓝蓝 老朱格是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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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逃的 这一张伞 或者说你不知道你手 朱镕手上也没有 哦 开始开始 看鼠了 打着打着打鼠 啊 炒皮 炒 什么扎 就不要 不要解了 你解这个扎 没什么了用 真没什么了用 你如果不亮 他有可能 这一刀就打死了 哇 这里 这里砍国家 要毛病 砍国家 国家越打越强 如果不砍国家 这种情况 越打越强 然后他也不敢 人家被翻了 然后怎么也是不怂 敢卖 嗯 既然 其实我觉得 人家 是 自逃 就是人家 九福 九福这一福的灌 灌人的 怎么给的灌石福啊 也是铁锁啊 你 嗯 怎么就是铁锁 确实也铁锁 还打国家 能打死吗 怎么 这是 与这 好几 多的 我估计一副牌的桃 全部被咱们一个人摸完了 再开一代了 所以说前面炒皮 那量件不好 你捡了 捡了脑猪格一张什么破牌 你把寒冰剑一张闪 什么鸟牌都没有 出来拿了那么多仇恨 不过 拿仇恨也拿仇恨的好处 咱们通过刷牌之后 来了一大堆输出牌 那闪什么就不要了 小香 能扛得住吗 我就问你能扛得住吗 衣服都惯了 等下咱们死的不行 咱们去刷草皮控场 顺手 先把祖草 怎么先打祖草呢 嗯 然后顺了她的人王盾 要不然你等一下刷不动 谁啊 谁的武器啊 咱们自己有武器 顺手牌 什么装备就不要了 铁锁啊 改革就捆了 祖草不着咱们有联弩啊 咱们觉得不太好杀 不太好杀祖草 怎么开始捆草皮了 咱们这么 对咱们 对咱们 对这一回合 金塔没一年 所以咱们 这么拼了 咱们这么拼了 咱拌脚 正好趁自己会卖点盘 挂挂挂装备 这为什么 草皮发财了 就能回来吗 就回来呢 这么多杀 你没拿锁性杀 那会帮你切索 切索 如果切索 骑糊 踢 brought施马 这效率就高多了 痘霉 啥沙丝插ك 放万键 反正有桃 如果施马你想卖就卖 你不想卖就帮 你就熬八卦 然后我们就司马的话 他赶紧就证明了 有货 他们就越去决动 你是闹 先砍 马超已经离心了 不行 怎么就借草皮 怎么也借倒 先把小小给撸了 结束 结束 足够了 怎么四个杀 应该是足够了 喂 怎么往西南来的 再不杀 铁铁铁浪费了 不是 还有两个南蛮 所有个南蛮都没 不能说两个 而不是开桃圆纪 不是开五股风的 怎么没去没抢杀 其实应该抢杀了 什么都没啥用了 那一代老很难刷 刷出什么牌呢 一幅都灌 再抢两桃圆 这司马 灌 灌就灌了 你又不是灌两个桃子 灌无中生友 什么人灌两个桃 或者灌两个无中生友 才算你有水平 他是一堆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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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 陈小薰 那你灌两个无中生友 整齐画一 多少 那也那也没弄出水平呢 我们这盘百度专区 海南群生依旧 血脑猪狗和魏妍 大嘴开始射箭了 怎么准备脱广 小猪狗你的寂寞被试破 怎么为什么放了这些 是想让大嘴再射两房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上来大嘴 肯定是无脑射了 但是这炎凉文丑 没必要怕刷血 为了什么 我不穿 如果假学乱我的话 怎么打出一大波数波 抢不到人头呢 你要 炎凉文丑你要刷量 你就刷量 不要怕怎么刷熊 怕那刷熊 也许是乱击 这个打开方式不对 假学如果乱舞的话 咱们砍上 砍上架可以吸血 假学不乱舞 这里 小猪狗 小猪狗是选择 这还有还有奥章 或者越近 不估计应该是 又有个又有个开始 下线 哇 咱们咱们先尝一下 等会咱们应该刷量 既然是开团就刷量 下架肯定是没闪的 下架没闪的话 等下 等下咱们给吸他的血 我又被识破了 刷量吧 你这没法 那咱们为 是担量 搞不懂 等下咱们也考虑 未盈吸血 咱们半血摸牌会摸什么 你肯定要量我赢 你半血摸牌是不摸牌 肯定摸牌 这里的话 我不认就没法了 这所开团 我觉得有点弱 这指望的华月银呢 不过那 那那个 那小猪狗 根本就没啥用 来不如那华月银 那小猪狗 有那小猪狗 你说 这里呀 这里家 其心可诸 我之所以这么说 那就是想弄死周瑜 这真是其心可诸 你就算弄死小猪狗 那你也是先吗 我呵呵呵 那家家这方式也不是很好 又没有 他手上暴露没闪了 咱们拿南蛮 然后拿沙 因为你在 现在是可以 肯定吸血的南蛮 咱们就不要 说再拿桃子呢 都救不过来了 你再救 你再去看 然后砍 砍大嘴一刀 他如果有闪 咱们就认了 没闪的话 咱们趁机吸一下血 暴露 桃源解忆的话 可开可不开吧 桃源解忆 我觉得跟华语音好一点 怎么拿一张闪 分手就扔掉吧 用不了 别离你太远了 你还想说 最后直接投降了 所以说家学是其心可诸 根本就没必要去火攻 火攻那个 火攻二章 火攻二章 没什么收益 咱们这盘 三七八卷 城墙导管 咱们选小月亮 上来 奖费真是浪 直接砍下架 一个乐不思索 国家国家哭了 这也好 国家选择托管 没必要 你留一个桃嘛 留一个桃指不定还能活命 你头下架的话 下架果断给你一刀 这三刀家里确实是点倍 上上被九杀 然后 然后又被 又被乐不思索了 只能说奖费 忙得挺准 不过不推荐盲局 也算你忙得 忙得准 你是英雄 他觉得 他多数十号盲局 一副收益 80%是副收益 很少也正收益 你忙得好 你说忙得好 你忙我忙我 防局忙得好的话 你也就是那么两回 那忙不好 告诉什么 什么同盟国的 后悔莫及 给到这牌 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 顿坑的 刘备肯定不能再给顿坑的 反正是寂寞的三下 不想弃牌 刘备 刘备 不要瞎给了 有人开始砍女帽 要我也忍不了女帽 怎么说有点 磨牌阶段有技能 三血磨牌阶段 肯定是大师嘛 如果你是周瑜的话 你肯定因此 不一样 两个人拼杀 不过 实在是拼不过呢 炎亮这么大 是不是懂足啊 然后怎么 一看满手的锦囊 忍不了 看下什么 结果 一家人 不认一家人 就尴尬了 我只能说尴尬 决斗 咋讲 还打出一旁 怎么是看了是旁德 然后那里一颗三血的 伤手签 要把连弩拿过来 太无限 怎么肯定好不信 希望他不要有四方 既然还晾了假血 怎么想办法 想办法 直接烧了 直接烧了下架 也是烧的旁德 一张闪 那好说 再烧 其实可以为了提高效率 你就应该捆出去烧 然后等下砍就砍 不要再火攻 各种火攻了 再结束 无限 无限行 让他无限 没什么好那个的 自己酒杀 严良 一个决动 不要 不要先开南蛮 还好 熊玉没给 没给严良 补拍 要不然的话 熊玉给严良 不是长 我估计你要哭呢 我愿意说 那天风 次长会崩死去 在五中 所以轮直接爆了 你看了 你看肯定是巴士了 再一旦 这锦囊已经多的 用不完了 怎么去顺一下 怎么先卡熊玉呢 最后一张拿书信杀砍它 可惜没有酒 怎么结束 不要这么浪费 从那边砍 再砍 最后一张 只能从这边杀 因为确定 铝蒙还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杀 然后准备烧吧 先杀铝蒙了 你去 不是很实在 这局都有可能 砸脚的 果然咋讲 果然咋讲 果然咋讲呢 过河拆脚的话 你就拆下加血吧 不要这么浪 就算 你这个反 虽然是不一张牌 你就没必要 你看你 无限还是没无限 等一下他 他说如果 你看他火攻 你到底是无限 是不无限 然后咋们死透呢 这不叫咋们死透呢 刚才说 咋们怎么有可能 有可能被网上 你这八卦 全是拼人品 别人脏霸一拍 踩掉你 手上一张伞 但是 但是这加血 选择的人杀刘备啊 其实我觉得 加血 要想要想赢 可能杀黄玉英好一点 你杀刘备 刘备没距离啊 刘备没距离 打不到你 你这黄云有点 很可怕的 而且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刘备 刘备和 和那个 咱们其实不应该 当时浪不浪的 就去拆刘备 你就 还 都为了过牌 简直不择手段 咱们为什么 当时牌多次 我觉得 可以考虑去扫一下 扫一下 扫一下 假许 看能不能扫死 哦 最后一盘吧 最后一盘 四五千 银 银虫 银虫 晒月光 看来是一个 我一直 这个名字 是个 有理想的 有故事的 银 银族之火 也可 也可 也想 一 日月正会 所有的银族 在一起的 日月的光芒 也不一定 能够 能够 可以逼你 我们这里 虚运的话 虚运和司马被打得比 有点惨 咱们就不亮了 反正放两个南蛮 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这为什么解国家呢 我给自己 上藤甲 但是好事 突然发现一下 上藤甲是好事 我都放了大嘴 国家 国家 给出去 能扛得住吧 扛不住 你就给司马一张红 等一下你要出牌的话 司马要有牌改判才行 一张都不给 挂命了 还白赚两张牌 行 这里大嘴 你不能怪怀鱼音 就要 因为如果怀鱼音 可能就大嘴 是全场 这个你 你 当时的心情 不能 不能 一概而论 或者说大嘴 你不能 不能 不能碰鱼音 这个是绝对 这个是绝对 属于别人 别人不帮你 就碰鱼音 难道说非得 别人 别人要帮你 赢了才叫赢吗 死了就死了 死了那也没法 如果他死了 怎么就只能流离了 哦 哦 哎 既然如此 怎么就双量 双量的话 趁着司马尼线 看能不能有牌 把牌拿掉 拿掉之后 还行啊 这牌就真心了 怎么顺了联络吧 然后 然后这 好爽 我只觉得 他可以先去顺了针机 然后直接砍针机呢 你不要 当然这这么多牌 砍针机是处够 有一张傻的门 就砍 把他给热住 他多热住 结果就被发了 把乐意给咱们 不留给周泰吗 我觉得 给周泰可能也好一点 前面动 赶紧 把咱们 把咱们遗忘了 这是把咱们给遗忘了 不猜就不猜吧 不猜也只能这样了 能砍死吗 能砍死吗 国家应该是没有 没有逃的 也逃 前面有可能会救针机的 毕竟针机还是 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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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烟喉 国家超人也没发 前面只一洗一盘了 只能拒绳 只能 猥琐一下 可能找到桃子没有 然后咱们这期视频 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